腹腔镜手术危害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雪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妇科主人医师 那么这个腹腔镜一般来说呢 腹腔镜的手术是安全的 它跟任何手术一样它都是安全 但是它最主要的问题 腹腔镜手术有什么危害呢 危害其实应该说很小 那么也就是说 腹腔镜能有什么并发症 那么第一个就是用这个穿刺点 因为我们做腹腔镜有穿刺点 那么穿刺点可能会有皮下的出血 那么病人做完手术会有这个腹壁的血肿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还有这个气腹 要用气腹把腹腔捧开 那么有时候从这个穿刺点呢 也可以到皮下 所以会出现这个皮下的一个气腹 这是第二个危害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手术做完了以后呢 腹腔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气呢 吸收的如果是过快 那么也会出现一些这个碳酸血症 那么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呼吸啊 困难啊 恶心啊 吐这些高碳酸血症的一个危害 那么当然腹腔镜的手术呢 多半是采用这个电器节操作 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呢 也会出现一些电的这个灼伤 那么腹腔镜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做腹腔镜的时候呢 就跟常规的手术一样 都是要注意患者这个器官功能的一个保护 所以呢腹腔镜的危害呢 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主要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病发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